合适 你好 原来问红娘小局 太好了 出来 我管你叫阿姨呢 还是叫大姐呢 叫大姐 大姐 好 合乡叔 63岁 散偶 县居住地长春 退休金2000多元 住房面积80多平米 这边 这还有个小棚子呢 有个小院 这小院 夏天时候能干啥呀 这送着葡萄 这是葡萄酱 夏天没事就在这儿 还有桌子在这儿坐着 对呀 哎呀 把县杆葡萄架都长进来 旁边我冲着小花了小刺了 夏天能挺美 还行 合大姐说 原本她家的房子是80平米的 但几个月前她把格局给改了 这边让我堵上来 以前家是门子 让我堵上来 是吗 对 现在就是这么封死了 那边是属于多少平呢 一样 总共80平 总共80平 然后你把它隔开了 隔开了往我这儿租这边的 啊 榨上租 整圈租出去吧 那一个月租多少钱呢 租9百块钱 那也行啊 嗯 要不我挣的少嘛 就行 完了我这么自己 完了这不屋里小点 就不就不那么冷静 哦 那你退休金现在多少大姐 我退休开两千三 两千三 再加上这个九百块钱的租金 那不三千多了吗 三千多了 爸爸是凭你的房子改成了两斤房 又能中租金也不耽误住 再加上自己每个月还有两千多的退休金 现在她的经济生活上啊还是很富足的 刚一进何大姐家的卧室 红娘就被一样东西给吸引住了 这就是什么 佛人机 哎呦 大姐还不会干佛人活啊 我就是干这个的 是吗 哎呀妈 这一位上班就是干服装的 哦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没舍得 就一直留的 什么冷了 这也没冷 不行 因为我随时用啥方便 你现在买条裤了一整改个裤脚了啥 这不就能使吗 这就是一个纸壳 给这个缝纫机头 我就搁在这里头了 最好 就这样扇的 何大姐家有一台缝纫机 并且何大姐之前也是做服装行业的 跟李大哥的老伴从事过一样的职业 这也算明明中有点小缘分呢 为了展示自己的技术啊 何大姐还给我们拿出了 她亲手缝制的小店 看看这是我缝的小店了 看看那姐 这可是我一针一线缝的 哎呦 这全用的小小铺头 这么点小铺头 我退休之后吧 完了咱说那个 生活也不允许出去打工去 完了就开始做演出服 做演出服这些生的小不甲子 全是这么长的小块 完了叠的三甲 完了缝了一下垫 哎呦 瘦真巧 哎呦 一针一针缝的 哎呦 妈给我累一点 这感觉像刺绣 河大姐的手工活做的是真不赖呀 河大姐说 除了爱做点手工活以外 她还特别喜欢唱京剧 那不给你唱个那啥呢 那个 木硅背面刮碎吧 好 一小段 好 好 那个短 那得站起来唱 对呀 说得有手势是啥 那不会 没有手势 我不会 梦听的金谷香 好久生争 唤起我 破天门 庄之凌云 像当年 桃花马上 威风淋淋 滴血飞溅 石榴群 何大姐说 自己喜欢上京剧 也是一位老伴 一位老伴打年轻时 就是个文艺爱好者 那时候 我老公 人家是爱玩的 上学 上班去 玩意儿哪有提琴 那个年代 七几年代时候 哪有提琴 等后期吧 就是都有家 有孩子了 都顾不上了 都是为了生活 一等后期 等脑也酸了 把她的手 就不好使了 不好使 脑也酸一丑吧 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完了她就给家练 就拉弧弦 她就给那个剪 拉弧弦 她就拉金弧 年年为了练 我就配合她 我说那你教我一段京剧吧 你拉我就唱 就这么的 后来我就简单地教我两个 她拉我就唱 后期有时候我俩就出去玩去 我俩就是走到哪儿 拉到哪儿 拿个音响 完了她就拉我就唱 完了唱京剧 唱京剧 后来打她走了 就四年多了 家里没唱过 门儿拉了就不唱了 就这样 为了配合老伴的金弧 何大姐学会了京剧 两个人也经常一起 夫唱夫随去公园 老伴的脑血栓 也慢慢变好了 可四年前的一次体检 老伴被查出了肺癌 住了三次院 第一次在肿瘤 肿瘤住一次 完了在那个 十二院 住了两次 总共住了三次院 到最后我就不行了 那我一转移就不行了 后期就转移到骨头状 骨癌 转移那儿了 就可疼着了 老伴去世时 何大姐的世界也有点空了 生活也越来越没意思了 家里人包括儿子儿媳 都劝何大姐 再往前慢一步 给自己找个伴 男人嘛 大方的大气的 别态呢 就是也斤斤计较 长个女人心的时候 我不想找那时候 就找个男人 就是个男人样 完了呢 不离不弃 就是你说再不过再不过 还得过 咱说 你要是身体好了 这不咋得活到八十多岁吧 不活八十多也得活到八十 我先过完最后 这余伤俩 去停楼一河 那时候 请找个这事 考虑到何大姐跟李大哥 年龄相当 又都住在长春的路园区 离得也不算远 红娘啊 就把两个人介绍到了一级 都住在长春的路园区 也不过都住在长春的路园区 也不过是